市長好 我们现在还在到处找店家 然后看看要怎么样子 让大家都可以吃到鸡排 不管是力挺还是看虽 选战结束敢赌就敢实现 但韩国瑜既品文 倒也不是样样都兑现 我们今天顺便帮王世坚 看起来就拿去一点吃了就好 不相信高雄能绿地变蓝天 民进党从上到下一路唱虽韩国瑜 尤其以王世坚最为代表 开出韩国瑜当选 我跳海的支票后 马上改口说 那只是一种形容 公生笑的 我清奇之下 因为我们有一种台式的 这种口头禅 我的意思是说 你敢这样就要去跳海 脱口而出的跳海 在王世坚眼里 只是一种台式幽默 虽然看似空头支票 但是可别把他逼急了 我也很严肃地讲 大家都说王世坚不可能跳 其实未必 有几个理由王世坚一定会跳 第一个我跟你讲为什么 民进党世界所有人都没有诚信 都说要退出诚的人都没有诚信 王世坚如果真的去跳他有诚信 我不但可以选立委 我还可以选民进党党主席 党主席各位 而同样餐一咖 唱衰韩国瑜的前总统陈水扁 之前在他的勇歌物语上颇文 表示如果当年动手打他的 韩国瑜当选 阿扁不如来去再次北漂 前总统陈水扁 他说韩国瑜如果选上 我一定要搬离高雄 哈啰 阿扁 什么时候要搬离高雄 绿营选前差度赌得大 要兑现可能要好好想想 但蓝营赌得也不小 国民党兑现吗 有千份鸡排与公益捐款 祝贺韩国瑜当选 也有直奔爱琴海的计票 送王世坚去跳海 国民党一一承诺不跳票 就等绿营什么时候 说到做到了 记者中文报道